继续 刚刚记者的报道要来厘清主因 现在我们目前手边的消息 时中心营造的工地主任 是在大概9点的时候到达了工地 然后就把这个工程车停在公务所前 那现在问题来了 从9点到9点28分 这28分钟发生撞击之后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现在一共有三大疑点 首先我们来看 这个手刹车到底有没有拉 它到底为什么会滑下坡呢 那现在根据施工的厂商东西营造 他们强调说 我们的手刹车不只有拉 而且我们当时还用这个石头 挡在了车轮前面 所以现在两种可能 第一种可能是它其实根本忘了 所以这个故事是胡走出来的 那第二种有没有可能是手刹车失灵 这些当然都还要在调查 那另外不管你是不是手刹车失灵 工程车其实你停在斜坡上面 就已经属于违规了 而且车头这个地方其实比较重 你居然还是朝着下坡的方向来做停放 为什么会做出这样子的判断呢 那最后这个地方其实原本是要再进行改善六年计划 那这个改善六年计划 其实它最主要的是希望未来能够降低 编波导致轨道的灾害 所以照理来说 这个地方如果有做施工的话 它应该要设置围离才对 而且我们仔细研究了一下 其实刚刚跟你提到的这个计划 它也有编列围离的经费 但怎么就没有围离呢 所以这三个一点现在都还要在厘清 但是另外现在外界也在质疑一件事情 是不是因为列车的倾斜功能 导致这个列车在行驶速度很快的情况下 才会持续摩擦山壁 那再加上呢 这一回也贩售了很多的战票 所以导致死伤严重 所以现在外界很质疑这两点 但是呢根据台铁局方面的表示 它说呢一般的列车时速 大概就是120公里左右 这是一般型的列车 那这种倾斜式的列车 譬如说像是普悠玛 譬如说像是泰鲁阁 那时速呢是130 其实这两者当中只差了10公里 那另外这一回的事件呢 其实也跟车头直接被削掉一半 因为刚刚跟你提到的这个工程车 其实有很大的关系 所以才会导致这个车厢 持续摩擦山壁 扭曲变形 最后才会这么严重 所以呢台铁方面认为呢 跟倾不倾斜 其实关系并不大 那不过这一回408次的泰鲁阁事故 造成了至少50个人死亡 事实上我们也为您同讲了 国际在这10年内 铁路重大伤亡 而且超过50个人死亡的事件 也不过三起 其中呢最严重的 要回顾到2019年的10月31号 当时发生在巴基斯坦 那这起意外呢 是因为有乘客携带煤气罐 然后携带到一半 搭乘到一半的时候 这个煤气罐爆炸 所以直接呢让火车是起火 最后73个人死亡 那另外就是2012年 在阿根廷的布宜诺斯埃利斯 有一辆火车进站的时候呢 并没有能够及时停止 最后是撞到了铁轨 末端的缓冲障碍物 最后造成51个人死亡 那当时的受伤人数 其实也非常多 达到了703人 最后呢就是这一回的泰鲁阁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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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